女人一个月挣58块医毛 是普通人两倍的工资 这让医毛不挣的丈夫心里不平衡了 大骂妻子让她丢尽了脸面 因为外面都说她靠老婆养着 说到激动处 男人要休了妻子 一心复出 却是这个结果 阿庆此刻也下定主意 离了算了 可老天就是爱开玩笑 正当阿庆准备告别旧生活时 他突然发现自己怀上了 此刻连师父都无力在劝他 或许这就是他的命 阿庆思来想去 即使不离 也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过 他向师父提出辞职 既然丈夫嫌她养家丢人 那就让丈夫来养家 回到家 阿庆就说了辞职的事 丈夫早已忘记 当初要留在东京奋斗的誓言 说既然辞了 那咱就回左鹤老家 阿庆立马拒绝 回去婆婆根本不认她 她撂出自己怀孕的消息 让丈夫在东京找条出路 并说这才是她做丈夫 做父亲的责任 正让龙三无话可说 最注重男人脸面的她 当然不敢丢下这些责任 也离阿庆事实展现 作为妻子的娇柔告诉龙三 自己和孩子都靠她了 他希望以此换代龙三的振作 龙三确实开始跑生意 结果无不失败而归 渐渐的龙三又泄气了 家里一毛不入 每天还都有开销 账越欠越多 他想卖房子了 阿庆笑着对他说 这算啥 吃到还是白米饭 你离穷还远着呢 龙三值得继续干 可几天后 家里连米都没有了 龙三翻箱倒柜 阿庆告诉他 值钱的东西都当了 龙三此日才知道 什么是山穷水尽 阿庆还是笑呵呵 他在让龙三明白 钱是多么重要 比面子 比仗义 更重要的多 龙三不顾风雨的冲了出去 师父刚好来看阿庆 多少听闻了阿庆的难处 师父是来给他送钱的 阿庆一面感激 一面拒绝 他已经忍了两个月了 就是要穷到走投无路 让龙三知道知道这个滋味 师父对龙三是没有一点信心 他说道 不行的男人 总归是不行的 阿庆打断师父 他希望龙三能撑过去 能成长起来 重塑自信 师父不再说话 他只觉得阿庆太爱龙三了 他当年也有过这样的男人 他想用当年他的选择 为阿庆指路 但阿庆此时却坚持选了另一条 师父只希望阿庆是对的 一直到深夜 龙三才回来 手里拿着一百元 他曾帮过老家一个店户的儿子 现在那人发达了 作为地主少爷的龙三 扯下脸向对方借了钱 这一点点改变 让阿庆激动不已 一向好面子的龙三 竟然会向自家店户借钱 他终于知道钱比面子重要了 夜里阿庆继续给龙三鼓劲 龙三也说道 只要有你在 不管什么苦 我都愿意吃 很快龙三就发现 死抱着批发布料的生意 是不行了 要想着改行 他看小孩现在都开始穿夕阳校服了 童装似乎是个出路 但就是没本钱 阿庆灵机一动 那么多库存布料 不都是钱吗 龙三咋会不知道 但就是卖不出去呀 龙三打了退堂股 准备去成衣店当伙计 先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但这已经勾起了阿兴的兴趣 他夜里逛街时 发现夜市场人山人海 也有卖布料的 而且都是低端料子 这么一想 他家的高端料子到这儿 岂不成抢手货 但他知道丈夫肯定不同意 他插手生意 左思右想 在龙三开始上班后 阿兴又把圆波支走 然后一个人带了一些料子 去市场上卖 他学着别人的模样叫卖 比店里的价低了四成 很快就有人围过来 生意正忘时 来了两个打手 把他的摊子掀了 这地方不许他摆 阿兴脾气也上来了 凭啥你们说了算 他就要摆 争执中还和对方打了起来 但他拿打得过 此时一个领头的过来 把两个打手喝住 虽然对阿兴客气 但还是不让他在这摆 阿兴倔劲上来 非要摆 那两个人又要上手 领头的拦住 再次劝阿兴 别降了 他们都是粗人 再降下去 我也拦不住 阿兴这才气呼呼的收拾东西 还扬扬要告对方 打手哈哈一笑 说他脑子有问题 回到家 看见阿兴满身伤 问到底咋回事 阿兴缓过来后 突然发现卖部的钱袋落那了 这可亏大了 龙三从阿兴的言语中得知 他去摆摊了 这他来气了 那地方你咋能去呢 那都是帮会的地盘 没被打死算好的 他却让阿兴想开点 人家还让你把东西拉回来了 算好的了 可阿兴还是心疼那点钱 一夜都没睡好 到了第二天 让人没想到的是 昨晚那个领头的老大 竟然找来了